從來看就是臺灣改嚴 在明天就要萬二十四十年 當年白色恐怖的 政體是有難加進 他的地方目標 就用十五年時間 收集了那個時候的 判斷書一天一天 他打進電腦 今天有公佈了這份 說有這一萬兩千多條 政體反的這個名單和安靜 臺灣改嚴 買完二十四十年 不過在過去改嚴的時期 香港是白色恐怖的時代 政體受難者也很難通過 同樣是政體受難者的 頂目標 他高興的治療 經過十五年努力 很可能收集當時的報告書 用兩支枕頭慢慢打到電腦 完成一萬兩千多別 政體反的名單和安靜的介紹 也合名做臺灣好夾主力 對政後到改嚴為止 庄母鄉統計的受海南路數驚 也分成三千二百五十案 無論進入這間 對十五歲到七十歲都有紀錄 這原本應該由政府公佈 真相的歷史 庄母鄉跟市民地露議 無論國民兩黨 像這件 真疑惑的都沒有人可以認真看台 除了臺灣的政黨已經毫無資格 來對白色恐怖做任何批判 包括民進黨 下廠也出面好 白色恐怖的過期 很多資料都被暗黏 無法尋求研究 現在警察應該重心減視 白色恐怖呢 可能需要有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研究這段歷史 而且要研究這段歷史後面的真相 你只能看到判決書 判決書也不是電腦檔 是一種圖片檔 圖像檔 這第一個 第二個最嚴重的是什麼 就是說除了判決書之外 你沒辦法看到其他人 李莫鄉苗表示 自己經理的遜難者資料庫 相信只剩八色恐怖遜難者 總數一小部分 希望資料越來越多進行之下 能減視過去的歷史 而且作為境界 以上小丹佩虎 台北報導